最近剪片速度大延後 但是趁著今年3月春假時 我們又跑出去玩啦 這次要前往的目的地是 猶他州兩個知名的國家公園 Zion跟Brice National Park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 從Vegas自駕過去 開車過去大概3-4個小時 一路上還可以欣賞到 從城市變化到高山深谷的景色 這次三天兩夜路線 是從Vegas先到Zion 再到Brice 最後從Brice回到Vegas阿飛機 看到這片山就知道Zion即將要到啦 到了 到了耶靜偉 我們早上出發 到的時候已經下午2點了 先是來遊客中心拿一下地圖 看一下今天的路線 今天本來要去The Narrows 但是我們臨時改了去Angels Landing 你會看到比較順一點 Angels Landing是Stranding 我們第一站前往的Angels Landing 是Zion國家公園裡面 兩個最重要的景點之一 走到這個步道的盡頭 可以俯瞰整個西安峽谷的全景 但是步道難度非常的高 許多路段都是要緊貼著峭壁而行 據說每年還會有幾個人 不小心失足滑落山谷 於是在今年4月開始 想要爬Angels Landing 還必須要愁許可證 就是這麼樣一條危險又迷人的步道 話說Zion的風景實在是太美了 轉一個轉角的樣貌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邊很不輸大峽谷 我們在到Trailhead之前 已經殺了很多手機記憶體了 一路上晃悠晃悠 我們終於來到了Trailhead 跟著我們來見識這條 號稱只有天使才有辦法降落的路吧 走咯 對啊 那我們現在4點才開始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點來不及 嗯 我早上真的好美 好可惜喔 今天這個行程比較沒有安排好 但明天應該會好一點 明天我們可以去 塑溪 塑溪完之後呢 搞不好可以 再來爬一次 因為今天沒有泡完 呵呵 想要爬Angels Landing 最好是幫自己預留4小時的時間 並且要趕在天黑以前下山 我們今天到的時間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但是還是想要挑戰看看 看今天的自己能走到哪裡 步道一開始相對平緩 而且景色非常壯觀 即使沒有辦法攻頂 看到這些景色也值得了 前一段就有點喘了 累嗎 這還是最平凡的吧 呵呵 好大家這樣子爬一個Z字形之後 走這個山極 應該是在這個上面 應該在這上面 走一段路後進入了West Rim Trail 這邊相對陡峭 開始沿著山壁Z字形爬升 這裡的步道都還算是好走的囉 現在走的是五分鐘 我覺得我可以聽得到我的心跳 好累喔 上去好像就是看差不多這景 就是你們是日報在看的 哇 我剛剛也是從那邊爬上來的 呵呵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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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差不多到第一部分 如果你想要改變 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了步道 非常經典的一段路 Walter's Wiggle 聽說這邊有連續21個Z字彎 會一路切上Angels Landing的山極 而山極開始的0.5英里 才是Angels Landing最精華的一段路 真的還要冰欸 會不會上面那段要結冰欸 我們到了 Angels Landing Angels 0.5 要走嗎 來得及嗎 走啊 啊 走了 走了 我會不會出事啊 阿伯 OK 然後在這邊 大家是命閒一線這樣子的 你們有感覺嗎 小開始囉 Jumpo 走吧 最後的0.5英里 完全踩踏在岩石上 只靠著一根繩索前行 山壁旁就是萬丈深淵 而且這邊的動線只有一條 也就是說去城跟回城的大甲 都是仰賴著同一根繩索 Oh my god 我剛才就是有點恐怖 叉叉的 救救我 應該已經差不多去 救命大叔 不是 我 沒有 還有一段是完全沿著山極走 這個還不是 沒有危險 對 那要用嗎 看你 看你 我覺得我還可以往前 你會滑嗎 對 你會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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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雖然非常驚悚 但這應該是我走過最有趣的步道之一了 只可惜當時的天色已經漸漸暗了 搭上正尾的鞋子不防滑 所以我們就只好殘念掉頭 這裡 這裡 準備給我下去了嗎 雖然很可惜沒有體驗到走在山極上 兩旁都是深谷的那一段路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這次我們還是先折返啦 是誰害我爬不完 不敢爬 不敢爬 是嗎 我看你鞋底 你看我鞋底 你的鞋底好平滑喔 難怪 那我的 是路耶 好可愛喔 你看斑鼻 斑鼻在這 它是大陸的 它不能放大 好多久 我的腿 雖然留下了遺憾 但也收穫了一些小驚喜 下山就要我們先去飯店 check-in 住到了一間不錯的住宿 接著晚餐還找到了一間很不錯的意大利麵餐廳 誰能想到深山上的餐食能這麼精緻呢 這家店真的是大推 算是為今天畫上了一個美好的據點 接著我們明天要去挑戰斋養另外一條非常有趣的步道 The Marrows 我們下支影片帶去 掰掰